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云南省卫健委昨天早上通报 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 7月10号的0点到24点 云南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2例 军委在瑞丽市全员核酸检测和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中发现 新增确诊病例当中 中国籍3例 缅甸籍9例 那我们再来说说强降水 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昨天14点到今天14点 山东 河北 河南 北京 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道暴雨 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阵风 局地的阵风可达10到11级 此外 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昨天的14点到今天的14点 山西 河北 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 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 据气象部门预测 未来三天 华北 黄淮北部和东部 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大道暴雨 山西东部 北京西部 河北部 天津北部 河北北部和中南部延山一带 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太行山东路局地特大暴雨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 国家防总于11号17时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增派三个工作组 吩咐山西 河北 北京等地 协助开展强强与防范应对工作 另据辽宁气象消息 7月12号午后到14号 辽宁省有暴雨大风天气 局部有大暴雨 7月10号晚受报影响 山西省新州市五台山出现红烙 多条道路如河流 很多辆车如纸船般被推走 当地消防员已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现场视频显示 伴随着闪电打雷 临时流火挟着杂物清晰而下 不少车辆因未来的局撤离而被冲赛 一名男性游客也在此遭遇泥石流 他的孩子被困无法自行脱险 紧急关头 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将他的孩子解救 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孩子的这名游客 见到孩子时失声痛哭 真的要感谢消防救援人员 同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 9号以来的强降雨导致四川的八中 南充广原 四阳 成都等地 12万余人不同程度受灾 根据当前的雨情汛情以及变化的趋势 四川已于11号的零点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 日前四川梁山牧里县向脚 向向脚沟流域的七条池沟 相继发生泥石流灾汗 物源冲出沟口约162万立方米 幸而疏散及时没有人员伤亡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7月5号16点30分 四川梁山州防汛防地灾指挥部发布天气预警 17时30分 牧里县防汛防地灾联合指挥部发布信息 告知向脚等乡镇有大道暴雨 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地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 接到通知后 乡里的地灾监测员率先发现向脚沟上游已经开始降雨 且雨势不断增大 17时47分 九台泥石流隐患专业监测预警设备发出预警警报 乡村干部 地灾监测员 应急民兵分队 挨家挨户通知群众紧急转移撤离 18时07分 危险区群众全部按事先演练撤离路线转移至避险点 三分钟后 向脚沟支沟 黄泥巴沟 瓦科沟 甲尔沟等七处隐患点相继爆发泥石流 18时34分 七条支沟的泥石流水位达到高峰 超出河堤挡墙及沟区范围 形成河流向下游村庄袭来 造成百余间房屋受损 电力 交通 通信中断 灾情发生后 当地政府通过集中安置和投倾靠友两种方式 安置1042名转移群众 目前当地仍在降雨 受灾最严重的向脚村已恢复通讯宫殿 轻于工作 三浮是投浮 中浮和墨浮的统称 一般出现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 三浮天具有高温高湿明显 累计日数多 持续性强等特点 三浮天到底有多热 根据1991至2020年近30年来的气象数据 三浮天里 华北 黄淮 西北地区东部 极端高温在40度以上 高温持续日数达5至7天 而南方大部虽因湿度大 极端高温没有北方强 但极具耐力 高温日数均在20天以上 局地甚至达35天 而不得不提的高温霸王吐鲁番 极端高温曾出现在2008年8月5号 达47.8度 高温日数曾持续达39天 几乎使高温全满贯 古代的三浮也这么热吗 历史气候研究表明 我国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在乾隆八年 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中说到 当时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山东等 整个华北地区炎热异常 1743年当年 在北京的法国人记录的实测温度时 7月20号至25号的气温值都高于40度 其中7月25号净达44.4度 直让人感慨 没有空调的时代 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为何三浮天如此难熬 专家介绍 入浮后地表湿度变大 地表层的热量累积下来 所以一天比一天热 地面积累热量达到最高峰 天气就最热 另外 夏季雨水多 空气湿度大 水的比热容比干空气要大得多 这也是天气闷热的重要原因 7、8月份负热带高压加强 在其控制下 高压内部的下沉气流 使天气晴朗少云 有利于阳光照射 地面辐射增温 天气就更热 三浮里哪浮最热 专家表示 具体到某一年或某一地区 最高气温是出现在 投幅 中幅还是墨幅 或是立秋墨幅后 会不会出现秋老虎 其实要取决于当时的天气系统 通常我国大陆 主要是热在投幅和中幅 但东南沿海和岛屿地区 大多是热在墨幅 即使是通常热在中幅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 墨幅后的8月中下旬 偶尔也可出现被称为 秋老虎的连续高温天气 这色那天不仅人难受 车也受不了 历日延延 汽车长时间行驶 在高温滚烫的路面上 极易爆胎引发危险事故 出现爆胎的原因一般有哪些 如何防止爆胎 一旦发生爆胎 又该如何紧急处理呢 据交警介绍 延延夏日经过爆筛的路面 温度可高达70度 加上轮胎摩擦升热 其内部温度可达80度 轮胎在长时间高温下 老发速度加快 抗拉能力下降 如果轮胎有外伤的话 爆胎几率会上升 我们这个出行啊 走长途 然后再检查这个车压 车气的车压 这个要达到我们那个厂家 规定的这个车压标准 特别是前后两个轮胎 这个一定要同一同一型号的轮胎 我们这个深度啊 一定要不低于这个 我们的那个1.6毫米 如果超低于1毫米 我们要尽量换掉它 汽车爆胎除了高压 低压也会爆胎 当胎压低于标准值25% 爆胎几率增加三倍 高于标准值25% 爆胎几率增加一倍 还有在行驶过程中 如果碾过坚硬锐利的物体 也会导致胎压瞬间增大的爆胎 而当车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高速爆胎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 那发生爆胎又该如何处理呢 发生这个紧急情况下 那我们这个车呢 就是说一定要这个 这样这个抓紧这个方向盘 我们心的不要动 这不要动 慢慢的进行减速 进行减速 就是说减速了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去一下子杀死它 然后这个车要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车 然后慢慢慢慢的 这个让车缓慢的停下来 另一个是遇到这种情况 车要靠边 人要撤离 急报警 然后请打电话报警以后呢 请我们这个拯救或者拖车 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换胎 线下各地开启火炉模式 气温持续走高 相信不少车主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车子停放在户外一会儿就变成蒸笼 于是呢 最近网上有一种号称 降温神器的冷却喷雾走红了 大多数号称说 想喷哪里就喷哪里 急速降温 无需等待 不少人买来用于太阳暴晒过的车 也有人把它喷在衣服帽子上 甚至是喷在皮肤上 那究竟降温效果怎么样 安全性又如何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首先我们通过几个实验 先来看看它的实际冷却效果如何 首先我们做的是一个冷却树叶的实验 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这个树叶上产生了一个浓烈的白霜 这个冷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冷却这瓶饮料 现在我们将饮料倒出 来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 如果手通过杯子 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杯子的温度已经下降了很多 这瓶常温的可乐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瓶新可乐 然而在接下来的易燃实验中 消防连员发现冷却喷雾接触到火源时 易燃且难熄灭 可以发现仅仅喷射了三四秒的时间 然后用火点燃之后 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火势 然后它的燃烧时间呢 能够长达十几秒乃至二十几秒 据消防连员介绍 冷却喷雾的主要成分是LPG高压气体 也就是液化石油气 是饼丸和丁丸的混合物 是一种非常易燃的气体 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呢 一般是在我们的一个煤气 做饭啊 生火啊 整整情况 或者说产生一个那个燃气能源 混合的一个燃气能源 用于汽车 然后这里的 它这个冷却剂的 能够达到冷却的效果 主要是因为 它是一个压缩液化的过程 然后喷射出来的话 它会进行一个吸热和降温 夏季高温 车辆经过曝晒之后 车内的温度可以高达六十度以上 如果将这个产品放在长期曝晒的车内 很有可能发生爆炸 如果用这个产品给车降温 此时又在车内点烟吸烟 还很可能会引发火灾 此外 这种产品也不建议直接接触人体 成分中的丁丸有麻醉作用 长时间接触会中毒 使用量过大 还可能会造成冻伤 我们还应该避免 存放的一些 比如说除了这个冷却剂 香水 打火机 乃至是碳酸饮料 因为碳酸饮料的话 它在高温情况下 进行膨胀 产生大量气体 会直接进行一个爆炸 所以说也是危险性比较大的 这降温神器如果用不好 就会成了伤人力气 一定要当心 近日一股热浪也袭击了加拿大 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教授 克里斯托弗哈利 在温哥华家附近的海岸 发现了无数一倍开着口 散发出腐臭 据他表示呢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 造成大量一倍被高温烤熟 一倍通常生长在海岸边礁石上 推潮时 暴露于空气和阳光之中 也能存活 不过哈利说 一旦气温超过37.7摄氏度 暴露在空气中的一倍 就会很难生存 哈利和学生的测量结果显示 当地海滩表面温度 最高达51.7摄氏度 据估算 受高温天气影响 温哥华附近 萨利时海海域 大约10亿个一倍 和其他海洋生物死亡 专家表示 这场热浪是前所未有的 气候变化 或让极端天气更加频繁 好 接下来温故之心 说谷论今 龙城春秋 让我们继续回溯历史 走进神秘的三烟文化 今天要从金庸先生的小说说起 聊聊历史上的慕容赋 与大烟国 武侠小说大师 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小说中很多的历史背景 和人物情节 都同我们辽宁的历史 有着直接的关系 例如说 让宋国头疼的大辽气单 大英雄乔峰的原型等等 而实际上呢 小说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也同辽宁有关系 他就是与北乔峰齐名的南慕容 姑苏慕容赋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 慕容赋出身江南姑苏慕容世家 风度翩翩文武双全 是武林中翻云覆雨的人物 但慕容赋又是一个悲情人物 作为王国皇族的后世子孙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便肩负起复国大业的家族使命 在他父亲慕容赋的暗中帮助下 到处煽风点火 挑拨离间 为虚无缥缈的复国梦奋斗了半生 最后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心智 发疯失常 在小说中呢 慕容赋经常将复兴大烟四个字挂在嘴上 那他到底要复兴的是哪个大烟呢 这个大烟是真实存在的吗 慕容赋会随身携带一本书 书名很奇特 叫大烟皇帝世系普表 这可不是一本武功秘籍 而是一部族谱 根据这本族谱 慕容赋自称是显卑慕容赋的后代 而在历史上确实有个显卑慕容赋 显卑族是中国古老的北方有牧民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的活跃 而慕容部则是显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在公元四世纪的北方正处于兵荒马乱的十六国时期 显卑慕容赋首领慕容赋 趁乱拥兵称王 国号燕定都隆城 而隆城呢 也就是今天我们辽宁的朝阳 自此开启了慕容赋的大燕国历史 慕容赋创立的燕国维持了三十多年 后世称之为前燕 前燕灭亡后 慕容赋第五子慕容锤 号召救部起兵 复国称帝 也曾定督隆城 史称后燕 之后慕容部族又陆续建立了几个以燕为国号的地方政权 被后世分别称为西燕 南燕和北燕 其中北燕实际由显卑化汉人冯拔建立 也是定督隆城 慕容赋想要复兴的大燕 就是已经亡了国几百年的慕容燕国 在前前后后的五个政权中 前燕后燕北燕的都城都在辽宁朝阳 您说慕容赋是不是跟辽宁有关系 因为他的身世与梦想与辽宁结了缘 巧合的是 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个慕容赋 是唐代人 被朝廷封为常乐州都督 青海国王 记史书记载 这位唐代的慕容赋是土育魂王族 而土育魂政权是西北游牧民族 慕容土育魂所建 本就是辽西显卑慕容部的一支 与天龙八部中 慕容赋梦想复兴的大燕国 还真是有很大的联系 慕容赋的复国梦是虚构的小说故事情节 但是大燕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 十六国时期燕国的历史 了解同我们辽宁的诸多关系 您可以到辽宁省博物馆参观 龙城春秋三燕文化考古成果展 您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好 学万历史 咱们再来学一点健康方面的知识 头腹脚子二幅面 人们不仅要吃起来 还要三副贴贴起来 中医理论一直有 冬病夏至的说法 所以说在最热的三副贴里 贴三副贴一直这样传承下来 那今天有些患者就问了 说我打了疫苗了 能不能贴服呢 那有些喜欢网购的患者也在犹豫 是自己买自己贴 还是去医院找大夫贴呢 昨天记者来到了 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的贴服现场 今年医院仍采取户外贴服模式 现场设置人工自助机等缴费渠道 采取单向通行通道 一位贴服市民 最多一名陪同人员进入院区 从早上五点开始 就有很多市民来排队 贴服已经三年了 主要是这个咳喘 哮喘和鼻炎 贵敏性鼻炎 反正目前三年 疗效还不错 非常好 我孙子 他是一到下午就哮喘 自从贴了这个再也不哮喘 贴服适宜人群 是反复呼吸道感染和哮喘 急脉性支气管炎 反复肺炎 过敏性鼻炎 咽炎 反复扁桃体炎 体质虚弱等亚健康人群等 对肺心病 肺气肿等症状 有辅助治疗作用 减轻这类患者可喘症状 缓解病情 改善亚健康体质 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服 两岁以下的小孩 孕妇是不可以贴服的 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发热的患者 尽量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不要喝酒 另外呢 贴服要把这个皮肤护理好 因为是我们要把这个药物贴在皮肤上 要把这个皮肤做好护理 对于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群 医生表示同样可以贴服贴 另外为满足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辽宁中医还提供了云贴服项目 网上购买贴服药品 配送到家 并且视频指导贴服 记者孙军 张鸿民报道 好 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收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7月11号 我国第17个航海日 今年航海日的主题是 开启航海新征程 共创航运新未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1年中国航海日主论坛 以线上形势举行 日前国家事务总局表示 13午期间 我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总计达 5874万户 年均超千万户 较12-57 增长87.2 有效激发了创意活力 当地10点10号 泰国普吉普公共卫生部门表示 继此前发现一名入境的 外国游客感染新冠病毒后 当天又有两名外地游客 感染新冠病毒 据了解 为了恢复旅游业 泰国政府选择 普吉岛作为先行开放试点 于7月1号启动 登岛免隔离的 普吉沙盒计划 刚刚开放10天 就已在入境的外国游客中 发现三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美国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戴德县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上午 该县瑟夫赛德镇住宅楼 部分坍塌事故 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升至86人 另有43人失联 预计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还要持续两至三周 鉴于无望找到幸存者 居然人员已于7号停止搜救 事故现场工作重点转为 挖掘遇难者遗体和清理废墟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 2021年欧洲杯进行了决赛 在伦敦温布利球场 由英格兰对阵意大利 开场不到两分钟 卢克肖为英格兰闪跌进球 第67分钟 伯努奇颁平比分 两队120分钟打成1比1平 点球大战中 意大利贝洛蒂 若尔尼奥罚丢 英格兰 拉什福德 桑乔 萨卡 罚丢 最终意大利总比分 4比3 战胜英格兰夺冠 美洲杯组绣赛 北京时间昨天也就是 11号上午落幕 决赛当中 凭借迪玛利亚的金球 阿根廷1比0 战胜老对手巴西 捧得美洲杯 梅西获得了代表 成年国家队的 首个世界大赛冠军 赛前 梅西与内玛尔 同时荣英最佳球员 开场后 两名核心球员 都受到了格外关照 梅西刚刚倒在禁区前 他的队友 便凶猛地放倒了内玛尔 登场比赛 德保罗像影子一样 盯防内玛尔 他不仅出色地 完成了防守任务 还在第22分钟 发动了一脚长船 导致巴西后防犯错 迪玛利亚 停球挑射 一起合成 阿根廷队取得领先 上半场 双方的绝对机会 都不太多 比分为1比0 下半场开场 巴西队换上 菲尔米诺 增加攻击力 第52分钟 尼查理森打住一球 可惜在接球的瞬间 处在了越位位置 急于翻平的巴西队攻势不减 接到内玛尔的妙传后 尼查理森一脚攻门 被马丁内斯划击 第87分钟 巴伯萨 凌空抽射 马丁内斯又一次救险 紧接着 梅西错过了锁定胜局的机会 他在门前的处理球 有些犹豫 没能将球打击 不过阿根廷队还是坚守到了中场少下 1比0获胜 继1993年之后 再夺美洲杯冠军 这个冠军对于梅西的意义更加重大 此前 他代表成年国家队 打入六次世界大赛决赛 均告失利 今天终于赢得了首冠 这是一个无比美妙的夜晚 好了解省内新闻来看 今天的百秒辽宁 无声已于7月1号起 全面推开深化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改革工作 相关部门对全部类型的市场主体 实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自主申报承诺制 申请人在办理企业设立 住所变更经营场所备案时 只需提交在名住所经营场所相关信息的承诺书 无需提交房屋全署证明 和防务租赁协议等其他证明材料 7月11号 中国水扬少儿拉拉操精英赛在水扬活力开赛 近百只拉拉操队伍共计1000余人参加了此次精英赛 比赛中孩子们以动感的节奏 变换新颖的队形以及整齐花衣的动作 展现出了青少年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近日2021 水扬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走进村屯强体健身节 在浑南区牛巷屯社区举行 吸引了200多名社区居民报名参赛 加油乒乓 超越篮球 白转跳绳 一个个精彩好玩的趣味健身比赛 让广大居民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欢乐夏夜 日前大连金浦新区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合作协议 这将是目前我国北方算力最大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今日广东深圳 一段女子在家模仿做菜的视频让很多人动容 视频拍摄者李先生说 他和妻子在深圳租房打工 过去六年搬了八次家 每次被迫搬家都非常难过心酸 如今夫妻俩终于靠自己的努力 购置了一套房子 妻子激动地在厨房模拟炒菜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百味聊才主播录制了 《唱之山歌给党听》 《县里建党》100周年MV作品 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是刘欣 第一时间明天见 《县里建党》100周年 我给党听 我把党赖的武器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当地光辉照我兴 唱着山歌给当天 我马当来